最新現場消息馬上來看到的是今天 這些佔領立法院的學生們 那麼學運總指揮林非凡帶領之下 將會走上凱道 陳維廷則是守住立院 我們立刻連線給主公洪淑芬 來為大報導目前的真正狀況 淑芬 好的 雅倩還有各位觀眾 持續在關心目前在立法院的最新情況 那麼距離在下午的1點鐘 要上凱道時間是1點1跌的接近了 而目前我們看到在立法院外 那麼其實人潮是越來越多 而現在的包含了在今天校1點鐘 那麼由學生走上街頭之後 那麼一路就會從立法院走上凱達格蘭大道警服門這邊 而目前我們所知道 其實在凱達格蘭大道博愛特區 其實用巨馬已經圍了起來 而警方在今天是動員了全台5000位的警力 以及有1000位的軍人跟20名的憲兵特勤隊 其實都已經進駐到了總統府的博愛特區裡頭 而目前我們所看到一個最新的畫面呢 就是有這個警方的他們其實用空軍了 已經有來了一部最新的這個螢光綠的噴水車 那麼根據瞭解的這一部螢光綠的噴水車呢 是目前空軍最新的消防車 那麼他的壓力水壓還有包含他的噴力 其實是特別的強的 那這次呢我們看到呢其實呢 那麼警方是已經做足了所有的準備 好我們看到除了警方之外呢 那麼學生在這個地方其實他們有一個自保的方向 那麼其實在昨天有一些民眾呢到了立法院的場外呢 發了一個自救的手冊 那麼這一份的自救手冊呢其實一張大張的紙 裡面呢寫的都是警察到時候那麼跟群眾 萬一要是發生了衝突的時候 那麼學生該如何來自保因應的部分 那麼其中還寫到了警察的一些基本的戰術 還包含了那麼提醒學生在面對的 這個要是被攻打的時候呢 該如何來應對的部分 那麼也特別的提醒群眾最好是兩個人以上同行 而且要戴上帽子跟口罩穿著呢最好是輕便 而且萬一要是遇到了像是全身的沒有離開這個凱達格蘭大道 一直到明天的半夜兩點鐘 那麼正報警察有可能就會強制的驅離 而到時候萬一要是用上了水車 或者是用了瓦斯來做這個驅離的時候 學生該如了因應 那包含呢提醒學生最好用濕毛巾 那麼濕抹布來這個捂住這個嘴鼻 而最好呢提醒的這個學生 這份的自救手冊當中也提到說 那麼要自己呢準備好一個逃生的一個路線 好這是我們看到呢目前在這個立法院的場內 以及呢在統統府周邊 那麼現在都已經應變好了所有為了今天小一點鐘開始的 這場太陽花學運走上凱道的最新的因應 好這是我們看到目前在立法院的最新情況 把時間交換給彭麗的主播 好謝謝淑芬的連線報導再過兩個小時喔 這個學生們呢就會走上凱道來表達他們的訴求了 那麼事實上為了這一天呢 這個學生們現在已經都自備好帳篷要來準備抗爭 我們帶你們來看一下整個博愛特區喔 包括了長德街 彭陽路 警服務門 這幾個地方呢其實我們可以說 各個政府機關戒備全面升高 警方的封鎖線也大幅的擴大了 除了呢立法院的現場之外呢 其實從前天開始就特別有加強喔 這個戒備的範圍 包括了總統官邸中心御所的封鎖線 也拉到了三個接口以外 各個封鎖線的第一排警力呢 都是被有搜證器材 持續的對陸上駐足的民眾進行反拍 大量的駒馬則是被送到了周邊各個政府機關 所以現場的工作人員其實呢 在此時也都在忙著把駒馬的螺絲拴緊 加強自身的防護 而距離立法院最接近的教育部 尤其是如臨大敵喔 整個部會前院都堆滿了駒馬 除了各個政府機關 許多的防暴器材 也都陸陸續續的已經運往到了 凱達格蘭大道 就是不希望有任何意外狀況發生